因疫情趨緩 臺北市萬華的不少茶室 也陸續的恢復營業了 不過有部分的茶室 因為沒有酒盤還偷偷賣酒 在臺北市商業處輔導協助之後 目前是有五家茶室 已經有取得許可函了 所以後續師傅會持續的協助業者們改善 讓茶室文化可以保存下來 店內的老顧客準備唱個卡拉OK 這裡是臺北萬華茶室 疫情發生前 這些茶室以茶藝館 歌友會清茶館等名義經營 北市府列館在廁的 也有一百七十二家 不過疫情期間 客人紛紛走斃 一度停業 隨著疫情趨緩 陸續有一百零六家核准復業 可是不少茶室沒有酒盤 只能做餐飲生意 卻仍舊違法悄悄賣酒 為了讓業者的商業登記 和實際的營業行為相符 商業處去年十月公告茶室的相關作業規範 讓符合一定條件的業者 可以申請合法賣酒 目前有意願轉型的七十一家茶室中 經過商業處輔導 已經有五家業者 取得賣酒的許可函 由於許多茶室的房子老舊 要改善到符合建管 消防等的法規 恐怕有難處 業者希望北市府再鬆綁法令 不過商業處強調 福島沒有落日 會盡量給予業者協助 讓當地百年的茶室文化 得以保留下來 記得陳嘉欣 張宇佳 台北報導